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 视频面填个心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 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三级点播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本场麻将又回到了全非的规则 先看一下第一副牌 起手四个花 搭子不光够 而且还多了一个 那这个牌肯定是开掉编气筒的搭子 全非的打法 那就是不追求去做门亲 来四桶 先打北风 因为对家听牌了 先防一下 想吃上家的牌也吃不到 上家打的牌都是我不要的 自己抓花杠格卡七条听牌 听了一个大门亲 下家吃鞘也来加入竞争了 现在是三家听 六万字末 六花门亲 十四分 加个昌影 十九分 看一下第二副 这个牌缺搭子 现在搭子够了 两上张的牌形 抓七桶打掉小剂 这个牌我要开对子 抓花杠二条 那就开掉一对一桶 一上张 这个牌都是两头张 就算是全非 也要等一等 看看有没有机会做门亲 上家听牌了 我抓五桶也能听牌 正好走线打一桶 看看上家听什么 上家听的是七桶 原来它是三边两卡 那这个牌肯定是我听得好 上家摸一万点炮 四花门亲十分 加个昌影十五分 看一下最后一副 来七万先打九条 先定将 下家的九条碰得挺好的 让我抓到卡张 现在就是一上张 没想到七条也能抓得到 先打九桶 这个条子下家应该也不会要 这个牌我选择 先跟着下家打小技 防止下家三口 来三桶 那就打七条 抓八条听牌 倒是没想到 那就打二桶 就打三桶 下加打8万点炮 5个花12分加长影17分